家人们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小凉菜 麻兹豆角的做法 豆角不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等 营养价值高、口感好 被称为蔬菜中的肉类 自家地里刚摘了豆角 改刀后,清水洗净备用 把锅里稍微加点盐 加一点油 开锅下豆角 开锅以后煮20分钟倒出锅凉 倒出控水备用 蒜臼籽里加点盐 放大蒜,倒成蒜泥备用 下面咱们开始调汁 两勺麻汁 加一点香油,稀释一下 不要加水啊 小勺米醋 加一点白糖 一勺生抽 放入蒜泥 根据个人口味加一点盐 味精一丢丢 搓匀 加入长豆茄 放入蒜泥 放入蒜泥 装盘一道麻汁香味 十足的豆角就办好了 谢谢家人们的关注 感谢家人们的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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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